IDF经过后 帅气降落新竹空军基地 随后两架换校2000 蓄势待发 接受塔台直立后起飞 展开今年度的空军天龙操演 这回天龙操演竞赛项目 包括了战机紧急升空 战机对地炸射的25磅 训练弹投擲等5项的项目 进行空军战术训练总验收 目的是以空对空空对海 空对地战绩竞赛方式 验收年度战备成果 而在华联空军基地 则是进行台发幻象战机交流 精炼训练 6架换校2000陆续滑出跑道 整装待命 4架编队分2T次 2架次同时起飞 随后F16分2T次 2架升空 而台发幻象战机交流 从这个月14号展开 为起一个月的演训 巧遇天龙操演 预计将跟我国空军 进行空中战术交流 持续提升我国空军 整体战术水准 不过考量台风 可能对台湾造成影响 传出天龙操演 将延后到 11月4号到8号实施 下期视频赵浩逸 旅艳新竹花莲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